大家好,说一说今天新闻 叙利亚总统与沙特的外交大臣进行了会谈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4月18号沙特 他的官方通讯社给的一个通稿 包括叙利亚的国家通讯社也做了相关的报道 所以可见这是一个双方都达成的共同协议 是由沙特的阿拉伯外交大臣 这个名很难记 你们不用去看太详细 当天他出访了叙利亚与叙利亚的总统巴什尔阿萨德 这哥们其实在位很多年了 然后在首都 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进行了会谈 双方讨论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叙利亚危机 后面说什么是叙利亚危机 说一致认为双边合作符合叙利亚 还有沙特两国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然后这是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以来 沙特外交大臣首次访问叙利亚 先说这个背景 很多人对叙利亚可能已经忘了 沙特我觉得不用太过多介绍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沙特这国家作为一个美国的盟友 帮助美国呢 维护美元在世界的霸权地位 依靠石油 他其实做了很多事情 我觉得不用说太多 而叙利亚呢 一茬一茬的 可能很多人一段时间啊 没有印象就忘记了 那这块就必然要谈 2011年发生了什么 2011年其实爆发了叙利亚的内战 当时叙利亚的反政府派啊 是要推翻当时的政权的啊 当时是因为什么爆发内战呢 这块就不得不提很多背景啊 首先说一下阿萨德这个人 阿萨德这个人呢 他是从他的父亲啊 那块那块呢 继承了总统的位子啊 所以你肯定阿萨德 这哥们他是一个 怎么说呢 是一个官二代啊 官二代 他爹啊 当叙利亚总统 然后他呢继续当总统啊 嗨 反正都是总统嘛 当然你既然叫总统 肯定就有选举 那自然就引发了很多问题 包括有些学生 他认为呢 说你这不对啊 他们就涂鸦到处骂着阿萨德 阿萨德就很不乐意嘛 最后把这学生当时给逮捕了 结果就引发了这个内乱 因为很多人说 你这个是不是 可能跟美式的这种 西方自由民主思路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开始各方势力啊 就利益集结 很多时候爆发内战吧 他并不是你想的 只出了一某种立想主义 他可能就是借势啊 什么叫借势呢 就是说就是他因为叙利亚 其实你要看过一部美剧啊 我也忘了叫成名字了 当年还挺火 他其实就是影射的 叙利亚的这场内战 他的主角其实就是阿萨德 这么一个人 他也没说就是叙利亚 他反正说什么国 我也忘记了 有可见叙利亚 他很多部族啊 部族势力 其实势力是非常大的 他们会利用这次内乱 然后呢 来夹杂入自己的很多政治诉求 所以叙利亚内乱啊 跟你说各方势力盘根错节 有美国的 有沙特的 有这个俄罗斯的啊 像俄罗斯在里边支持的 就是叙利亚的政府军 就是阿萨德这一波 而沙特那边呢 作为当时美国的马前卒 他其实是站在反政府军那边 这就导致了两边的 这个彻底的外交中断和决裂 所以被称为当时的一场叙利亚危机嘛 所以呢 当时啊 这个叙利亚和沙特两边 闹得就很僵 而且说实话也很逗啊 也补充一些背景的 相关的相关的一些东西啊 就是这个阿萨德呀 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他可能辜负了很多西方人 对他的一些期望 为啥呢 就是因为啊 这哥们啊 他其实留过学 为啥呢 他爹当年也出于某种保护吧 就说德兰 你去英国深造吧 他在国内学的是 应该是最初读的军校 学的是眼科啊 然后是被眼科大夫 一般眼科大夫 还是很受惊敬的啊 后来呢 给他扔到英国去读书了啊 他说那你在英国读过书 对不对 你就应该这个 了解这个西方世界啊 你包括这些朝鲜不也是吗 那有很多留学 你觉得就应该如何如何吗 并不是啊 并不是啊 这边就是屁股军的脑袋 那很多人老说一种 你就应该如何如何 他用道德呀 一种普世价值呀 反正各种各样东西 来说啊 你跟我一地共情啊 老公共情这种词 我觉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要跟你共情 我跟你屁股都不一样 我跟你共情什么 就是你像这帮天天 呼吁你共情的人 你一天触犯他利益 他立马咬你 咬得比谁都凶 明白吗 所以这事就是 每个人都是在维护自己屁股 非要给加自己光魂 说我是有同情心 我有同理心 我如何如何 我是为了善良 正直 各种面好品德 其实呢 后边往往掺达着一些利益 或者说 跟他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时候 他会选择一些 优越感 觉得自己很善良 很nice 但其实呢 你这样套出一头牛来 他急得比谁都快 他第一个翻脸 总之呢 阿萨德后来在叙利亚 他一当总统 当了这里十几年 二十几年 二十年了吧 小二十年 应该说是政治势力根深蒂固 所以叙利亚现在的政局 应该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那现在随着沙特呢 也成为了我们啊 这个中国主导的上和组织的一员 此前呢 又和这个伊朗啊 恢复了外交关系 你看 这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吗 对吧 你叫你叙利亚和这个沙特 你们之间有多大矛盾呢 你说伊朗 对吧 你沙特是逊尼派 然后那个伊朗是什叶派 你们两边还算是一端 有一端的通教冲突 那现在呢 你叙利亚也是逊尼派 你和沙特是一个派别 那你说你们俩之间 有啥可争吵的 这是因为当时支持内战 是吧 当然这也是个仇了 但是现在沙特很明显 他举旗就跟过去不一样了 过去他考虑美国的想法 但是现在你说你美国 你民主党 跟我拜登 拜登政府 跟我现在像Sarman之类的 这些王储 他们这些统治者吧 统治街旗 这些王爷们又不对付 然后呢 是由慢慢好像 你也得摆脱我们的这种依赖 那我干嘛不去 更多的参与一下 一些中国主导的一些事务 比如上河组织 你看中国能以他的信誉担保 说你在我的面子下 在我的成绩里边 你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 是吧 给大哥为面子 那你看我给你面子了 那证明你是有这个空信力的 而且你的本身的经济实力 军事实力等等吧 还有外交实力 包括你是五常之一 都是我可以利用的一些东西 可以在很多议题上 获得很多外交资源 包括一些投资呀等等 外交上可能很多事情 假如美国可能 你觉得尽管我们是盟友 但是很多议题上我喷你 甚至说我对你不利 那我干嘛不把这个鸡蛋 分散在其他篮子里 可能比如说 原来沙特有十个鸡蛋 原来奥印 全都在美国那边 美国十个鸡蛋 那现在不了 我可能比如说 五个鸡蛋在美国这 可能四个鸡蛋在中国这 一个鸡蛋在俄国那 对吧 甚至可能还有鸡蛋 分到了法国那 五常呢 大家轮流分一些 这个其实更合理 所以呢 既然现在你和伊朗之间 能达成和解 那现在我跟叙利亚 他们和解 也没有什么 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 我觉得特别正常 然后还可以看一下 其他的一些报道 包括说英国路透社 说埃及阿联酋等 正在尝试修复 与大马士革 就是叙利亚政府的关系 然后这边补充一些 其他消息特别逗 我今天正好看一个新闻 是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呢 说在俄罗斯的沃泉下 他认识在俄罗斯的沃泉下 然后这个叙利亚和沙特 之间达成了和解 我说大哥 你说这话 你说的你自己信吗 尽管当时说叙利亚政府 背后可能说真愿意出兵 你可能还真的是 俄罗斯更愿意出兵 因为咱们中国可能 更希望通过外交啊 经济啊贸易啊 都能手段达成一种共识 不像老毛 大毛那边就说 经常动不动 就直接出兵了 当然了 有好有坏啊 穷兵独武嘛 所以像叙利亚阿萨德这边 他可能觉得 能帮我出兵镇压内乱的 肯定是更可靠的一些 包括俄罗斯当时会派一些 这么军事教官啊等等 来帮助政府军 来训练他的这些 这些政府军啊 但是和平时期啊 南迈中国一个面子 就更重要了啊 包括获得投资啊 包括获得这种 一些外交支持啊 甚至说给你搞一搞基建 因为其实叙利亚还蛮罗后大啊 可能像大马士国周围还好 其他地方都是部族 你知道吗 就是各自为政 有点跟过去封建领主时期似的 他不是说像他们行省制 他那块可能可能也有省长 但是呢 说话更算数了 是当地的部族长老啊 他说话就是 你必须去拜码头 比如说你当地政府啊 说我要去 我要去上任了啊 当官省长啊 当官啊 那不行啊 你政府派的有什么用 来先来咱们边这个部族啊 老大爷 对不对 先先拜码头啊 他同意说 得了你上任去吧 你才能上任 甚至说当地的一些基层的政府官员 公务员啊 你要想报到啊 都得先去拜码头 拜码头之后啊 部族长老认同你了啊 你才能当公务员 要不然你去了之后 可能都没有人敢跟你一起共事啊 因为一旦说你没有政府长老 说到部族长老 他可能不认同你 那你说我跟你干活啊 怎么就就是 伪逆了啊 这个部族领袖吗 部族长老吗 那我就 对吧 人家这个家大业大 这个是这个家族的这个世俗范围 那么广 知凡业貌啊 信徒众多 那我敢惹吗 不敢惹 好吧 反正外媒啊 他逗啊 外媒把这事儿 归功为俄罗斯卧选 那不是说俄罗斯没有影响力 但是这个事儿 其实很明显能看出来 沙特是当时给中国面子 就是我跟伊朗之间的 能恢复外交关系 那我跟对吧 我跟徐利亚他说也可以了 他是基于这个逻辑来的 你说俄罗斯对不对 俄罗斯自己跟大 跟那个乌克兰打的这个水神火热的 他还自顾不暇呢 他也给你卧选这个 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个脸说假话 我不点名了啊 反正好吧 然后包括这个文章 观察者网后边也说 这个美国一些国家 仍然希望啊 这个冲突继续 他希望一个割裂的中东 因为割裂的中东 更符合美国利益 因为割裂的中东 就会让这些不独之间 显成一种危机感 他会觉得 不行 我们互相提防 那万一出事儿怎么办 抱美国大腿 所以美国是希望 比这帮其他国家一盘反杀 他能肢解 他不是肢解中国了 他假如能肢解日本 他甚至愿肢解日本 当然也不一定 因为日本是个狗 他希望他的狗呢 在对抗中国一体上 能更强势一点 假如比如法国吧 法国跟他不是 一个正规的某种关系 那他就说 OK我能肢解法国 把这个五常肢解了 他可能更开心 可能更开心 好吧 看看这个评论区啊 评论区说 世界人民大团聚万岁 我觉得这方面 虽然有空洞吧 但是说的也是事实 为啥呢 美国总希望 全世界一盘散杀 然后自己呢 一家独大 然后呢 对于中国来说 更好的给他们提供石油 提供各种能源资源 他们整体实力 更抱团更强 成为一级 中东成为一级 也能帮助他们更好的 在外交 还有各种各种方面吧 能有更大话语权 来对抗美国 所以在这眼上 你会发现 所有的这个 就是亲美的很多人 他们从来不希望 中东能和平 他们前世里边 更希望中东会更混乱 这的话能更加彰显 他们美国的存在感 这是一定的 还要说这个美国 辛辛苦苦啊 中东布局几十年 赚到盆满满满 东方神明大国一招 让美国在中东布局啊 回到侵略前 这道也没有吧 你回到侵略前 还是有点遥远的 有人说这个 没有领土争端 没有啥实质矛盾 被啥闹得不可开交啊 都是一个民族 说是一个民族 可能他们自己不认啊 他们是以布 他们阿拉伯人的民族性啊 除非他出国 因为他是很难感知到的 一般来讲 他们更请于布族 我是哪那个布族的啊 团结起来 好好过比啥不好 就为那些 虚无骗马的宗教兄弟 反目啊 让别人利用啥不啥呀 对吧 这个当然事实啊 第二个人说啊 就第二张配图啊 这个接待环境 还蛮干净奢侈的 但是一想到 忍饥挨饿的叙利亚人民 我只能一声叹息 243个惨啊 就是这样的 你去任何一国家 都会把你这个 官方接待外交官的环境 给补折特别好 他就跟你说 你瞧瞧你啊 你关心底层人民吗 你不说国家了 你看今天评论区 不有这傻丧还跟我说的吗 老主说你老关心这个 你关心自己 你们北京人如何如何 你瞧瞧还有这种 在北京上不了学啊 这个这个 在北京住在这个 城城街合部啊 他接受不了 北京人的这个生活 我知道啊 你我不知道吗 那这是我能解决的问题吗 我自己的东西 都是我自己 说家里上班打工 一代一代慢慢积累 才积累下来的 你现在跟我说 来一个外地人在北京 然后就一下就哇 就跟北京人享受 完全一样的这个教育水平 参加一样的高考啊 拿我们教育资源 凭啥 对吧 凭啥 屁股决腦袋 你就是拿这套去你去美国 因为美国人说 我脑子变得聪明 我在美国 我也比如我在归谷 干了五年了 那个 我就应该拿到 跟美国人一样的 上哈佛耶鲁的权利 也不可能啊 人家那么大家族 对不对 每年给人家哈佛耶鲁 偷多少钱 参与当地的社区建设 人凭啥不能上啊 反正可见 每个人说的都特别冠冕堂皇 但实际上呢 每个人都背后都参加一些 他自己的利益因素 好吧 所以我说啊 每回说这些话 你说他自己心里不清楚 他自己心里清楚 他还说啊 你瞧你有人过得比你刺 那我问你啊 说这话的人 你本身和你说 啊过得好惨呀 你帮人 你们俩之间 你们俩之间的差距 你有没有考虑过 怎么来捋评 对不对 你看这个人 说这话的人在中国 他在上海 他在上海嘛 对吧 他说来自上海是嘛 OK 你说叙利亚 你们的政府官员 和你们的这些人民 直接这么大差距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说 你在上海 你和这个叙利亚的 哎呦的人民 你们俩的差距 怎么来弥补 说这跟我屁事啊 我不收在叙利亚 你瞧 你看屁股漏漏来了吧 说白了吧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那你这个上海人 我问你 你上海有没有人 说啊人机爱饿 你会不会天天拿来 说你叫上海 上海有人 对吧 这个这个 吃不饱饭 或者这当然不太可能了 反正就是挨着饿呢 生活环境 生活环境特别差 怎么办 他不会考虑这个问题的 他可能会去 考虑说一说 上海人民太惨了 或者上海一些外地的乡下人 对吧 他这边可能 没法在上海参加高考 没法在上海 这个这个 获得图能教育 和上海本地人 获得一样的教育水平 他可能考虑说一说 但是问你 你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他就不考虑了 他就不考虑了 那么他就 哎呀是吗 哎呦对吧 这个政府解决呀 就开始了 反正人也都是这样的 只要自己不生活在那里 他去喷那地 喷得比谁都理智 你看到自己是局中人 立马屁股 一看我屁股在这 立马说法就不一样了 今天还有大姐更逗 大姐更逗 朋友说 我就说这个教育高考特权 一大姐过来跟我说 我就是北京人 我觉得这个 我没有跟全国一张诗卷 或者我们北京人 有高考特权 特别愧疚 这个应该让这个 外地打工的人 对吧 就是送开地的之类的 哪怕他们老家 对不对 也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学校 他们不在这上 哪怕这个学校 空着了 他也应该在北京 拿到一份教育资源 我说你这说话不要疼 你说这话 你敢把自己房子卖了 你说北京 你说自己北京人 你把房子卖了 对不对 你把房子空出来 你空出来把房子卖了 就有一个外地人来北京 住你的房子 买你的房子 成为一个新北京人 那这就可以讲说 北京的教育资源了 对不对 你也花钱了吗 纳税了吗 做贡献了吗 我说做长期贡献 避免钢金抬杠 便做长期贡献 是不是 你把房子空出来了 你看你就降低了某些 这个想在北京大阁的 一些外地人 他的这个这个这个成本 这岂不美在 不乱听了 他说我还真搬出去了 一个北京人 他在北京 如果没有房产 已经不在北京住了 我跟你说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已经移民了 大事是一些发达国家 有时候就问 就说聊天其他的 他蹦住了 他破房了 他破房之后来一句什么呢 他说那个 我跟你说 我是清华的 我本个清华的 我说大姐 你要不要这么典型 我说太典了 乐死了 就是北京人 一边喷着这个 北京人高考特权 然后高考分低 当然这个我承认 就是北京的分低 这个我承认 我不是不承认 然后他利用这种优势特权 他上了清华 对不对 你说你假如不在北京 你能考清华 对不对 你说山东 河北的 都是内卷大省 你能考清华 就那分 肯定不可能 他上清华了 然后他清华人 北京人 然后移民了 不在北京住了 然后他反过来说 北京高考太不公平了 就开始了 我问你 这个人他假如没移民 他孩子 或者他结婚了 或者他没高考 他孩子还在北京 未来要参加高考 你认为他还会 说出一样的话吗 他不会的 他不会的 所以人就是这样的 很自私 都很自私 然后非要还装着 自己跟圣母一样 特别清白 爱想起来我 道德品质多高 对不对 我有这个悲天敏人之心 能同情这个 在北京没有受到 公平对待的人 在北京有很多人 包括上海也是 就是北上广 有很多人生活的并不好 外力打工 是不公平 我知道 那是你不能光提出问题 你要说出一个 合理解决方案 因为政府也想解决 但是政府 说各种各的原因 税收啊 客观的意思 比如说老师 对不对 老师有这么多人 支持你的这个教育吗 没有人 那现在班都满的 哪个班都这么多人 他能留下这么多人吗 不可能 你不能光拉嘴 一动征建院 然后那我给你 哪招这些老师去 对不对 那假如说以后 出问题了 这班律律走了 那这些老师吃干饭吗 吃干饭吗 就是空啊 谁出钱 对吧 谁养这些老师 给不给编织 那我不管 那那政府的事我不管 就这样的 每个人都是光拉嘴 一动 哎呦我太高尚了 然后遇到具体解决问题 那么那这政府事情 都得操弃 都得操弃 行吧 今天华学书业里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 收藏 订阅 点小铃铛 谢谢大家